大家好,買了車了沒有? 如果買了之後,記得找一找我,我們找一找 記得叫我,但叫我的時候記得叫他 他是另一個老死,奶的飛雞 一架Sylvia S14 飛雞這個番名其實包含了三個世代的Sylvia S13,S14和S15 那Sylvia是怎樣來的呢? 其實日產當年有兩款旗艦級的跑車 一款叫Fair Lady,一款叫Skyline 他們覺得不如出一些比較便宜的跑車仔 所以就出現了Sylvia這個系列 我們由S13開始講起,這架是S14 我們先不要說什麼S10,S110和S12 S13為何那麼受追碰呢? 我也不知道 它是走前面墨花神,後面走多年光 車輪距有些短,車是靈活 所以人們很喜歡用來甩尾 Dolly Dolly Dryft 除了外觀吸引之外 而且價錢合理 而且當年很難找到一輛2000cc Turbo 而且是單門的跑車 對於飛雞這個翻譯來講 有兩個說法的來源 第一個來源 就是當年香港有一個叫做雞的人 駕駛180SX 即又是HS的車 180SX駛到很快,飛車飛得很厲害 所以就說它是飛雞 然後180SX之後就代表了飛雞 之後所有叫做Sylvia 總之走行HS的車 都是叫做飛雞 13、14、15都是 第二個說法 就說 Sylvia系列的車 或者180SX 或者是HS的車 避震比較上軟 特別你的時候 車會叮叮叮叮叮叮叮 或者重心轉移的時候 車會叮叮叮叮 整隻雞 拿去飛車 自然就說 飛雞,飛雞,飛雞 就叫做飛雞 飛雞在Drift的界面也挺有名的 在過往的D1 Drift賽裡面 大部分都是飛雞 然後在06年至16年的D1 Street Legal 在這11年裡面 有9年都是Sylvia拿冠軍 講回D1那邊 D1那邊有10年 我們講完這件事 你都覺得 嘩 S系列的底盤 真了 是不是 其實S系列裡面 那些車分了很多名字 有什麼180SX 有什麼S13 有Sylvia 有什麼 我們下一集 講解一下 怎樣分 還有怎樣說 他們的Model Name 所以呢 都是那句 記得Like Facebook、Instagram 有什麼影片 那些東西看 又是那些 好 我們下一集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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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